副理厢长陈荣聪今年6月被乡民发动罢免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经查队1058份罢免联署书之后 共计有942个人符合规定超过了法定联署人数罢免案宣告成立 预计15号发布罢免选举公告 在11月28号要举行投票 也成为了花莲地方自治史上第一起厢长罢免案 而陈荣聪回应说刚收到公文 免答片书中要尊重民主社会 副理厢长陈荣聪今年6月被乡民发动罢免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经查队1058份罢免联署书后 共计942人符合规定超过法定联署人数罢免案宣告成立 预计15号发布罢免选举公告 11月28号举行投票 成为花莲地方自治史上首起乡长罢免案 在我们花莲算是第一次的一个罢免案 那罢免案的一个程序就是从提议 提议完成之后然后再过来联署 联署然后我们再查队联署人的这个资料 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才会进入罢免投票 陈荣聪表示收到公文 想一下怎么写答辩书 民主社会尊重各种意见 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 顺其自然就好 针对这次罢免案我也要提出几点来回应 你说我上阵到现在前没有作为 我认为这个他们可能跟我们的见解有一些不一样 确实是在做 因为一定要来带领一个乡镇 不是那么简单 尤其是在我们偏乡 在一个财政很控制 很不好的一个财政之下 要把地方的建设做好 我想这个必须要有一番的努力 由于花莲疑似受到罢寒 激励不止到南端的副里乡发动罢免案 就连最北端的秀林乡 也有乡民代表连一龙 以及景美村长金志雄两起罢免案 针对秀林乡两岸 目前已经完成第二阶段 联署人名册由县选委会进行查队中 记者高雄双不离乡采访报道